作为联克玩家 在弹仔派对中 到底都应该穿搭哪些皮肤呢 首先你需要拥有一套新皮肤 翠羽灵雀 然后再将它进阶为五阶的满阶状态 这样你不仅会拥有一个 尊赏版的背势翠羽之品 而且就连你的弹仔主页 也都会散发出贵族的气息 更何况你还拥有了一个 价值两万五千弹笔的皮肤呢 好不好看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让它贵呀 就这 所以说 如果是一位身为林克或者威克的玩家 那么以下最值得拥有了几款皮肤 希望你一定不要透过 第一款闪电阿存 第一款激光女神点一 说起这款点仓皮肤 屏幕前的家团们应该很少人有吧 点仓皮肤 至真质量 作为弹仔X14寻光冰雪赛季 除了北极湖卢比 这款此次隐藏款以外 第二款隐藏片 官方大大早已将它藏到了S14赛季的CG动画当中 当时就有很多小伙伴们猜到了 可奈何官方大大居然懒得圈钱 皮肤的各种特效没加 直接就是杂金蛋获取 这不妥妥的送福利吗 更何况它居然还有一对和东东羊一样 堪称日足的脚丫子 第二款甜梦热牛奶 江湖人称小奶瓶 虽说是款蓝色品质的皮肤 但它却是一款能够吊打透明小蓝帽 胶财闪电阿存 周期各大致阵点赃品的紧藏Boss 不过作为S11赛季的手册皮肤 因为当时的石猛公爵莱斯皮肤 像极了张汉 简直是太丑了 所以当时大部分的弹载玩家 并没有拿下S11赛季的手册 也就导致了如今很多人 都没有小奶瓶这款皮肤 我就是其中之一 第三款失心熊 作为S11赛季免费获取的一款典赃皮肤 它背后的故事 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呢 被江日博士暴改 经历惨无人道的实验 才有了如今的车夫模样 相反 在戴琼子人生 被好心人带走 却是如此的幸福 可又有谁问过他 是否也想要这样的人生呢 不过话也说回来 拥有这款皮肤的加蛋嘛 在蛋仔岛上 是真的一点都不怕见蛋啊 啊 凄